俗话说得好 有才不外露 得意不猖狂 什么意思呢 就是让你有钱了 不要到处显摆 不然早晚会招来贼人的惦记之心 今天的这个案子 就是因为这家人忘记了这点 所以出大事了 2007年7月3日上午 来源县公安局接到了一通报警电话 你好呀 领指挥中心 我是雷刚保卫处 比赛县公安局端 家族区12号楼 在单元 513号家里老婆住 散发出会儿 接到报警后 警员立刻出发 前往小区 也为这户人家的门窗紧锁 敲门也没有反应 于是警员们来到阳台 在向领导请示后破窗而入 警员刚进去 就闻到屋内有很大一股腐臭味 一股不好的预感油然而生 警员硬着头皮走了进去 眼前的一幕 让他这辈子都无法忘记 到达咱们厨房以后 发现厨房那个地下 就有一个被一被 就裹着这个尸体 警员发现在幽暗的厨房中 躺着一具女性尸体 这还没完 在主卧和四卧 警员还发现了两具男士 他用手里的改锥试探了一下 发现尸体已经僵硬 于是赶紧向领导汇报 局领导得知发现三具尸体 立刻上报给刑警大队 马队接到通知后 带着队员们立刻赶到了现场 现场一片狼藉 布满了灰尘和蜘蛛网 三具尸体都被被褥掩盖着 分别在厨房 主卧和刺卧三个不同的地方 经过邻居辨认 三具尸体是已经失踪 八个月的底静生一家 丈夫底静生 妻子李郡主 儿子底超 2006年10月23日 李彦龙如往常一样 来找底超去上班 可不管他怎么敲门 屋内都没有反应 这让他有些奇怪 因为上午下班时 底超还告诉他 自己下午还有活药干 怎么敲门没有反应呢 当时的李彦龙也没想太多 以为底超自己先去了 于是去了工厂 但并没有发现底超的身影 接下来的几天 底超也没有来上班 这对于平时工作认真 从不迟到的底超来说 属实太奇怪了 于是工厂领导 就让李彦龙去他家看看 这天下班后 李彦龙再次来到底超家 但敲门还是没有人回应 底超到底干什么去了呢 因为平日里十分和平 他并没有往遇害的方面想 以为一家人可能是走远方亲戚们 之后 李彦龙给底超的亲戚打了电话 但他们也都不知道 这一家人去哪了 随后便发生了怪事 这晚 李彦龙和工友回家 发现底超家灯亮着 难不成一家人回来了 一定得问问这小子 这段时间跑哪去了 也不打声招呼 可当李彦龙来到门口敲门后 屋内却还是没有任何动静 不对呀 明明看到屋内灯亮了 下楼一看 灯灭了 这让李彦龙感到奇怪 这时他看到底超家门口的电闸盒 于是想到了一个办法 本以为用这种方法 可以让屋内的人生气 然后出来 可没想到 屋内还是没有任何动静 也不见有人出来 他们一家不愿意见人 难道说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李彦龙并没有报警 也没有往遇害方面想 就这样离开了 可没过多久 李彦龙再次发现屋内的灯开了 但这次的结果和上次一样 还是没有人开门 为什么这家人失踪这么久 却没人报警 也没人往遇害方向想呢 因为这家人平日里太老实了 人缘太好了 家人都很好 他那喜欢店边喝了喝 你说话很好 如此老实的一家好人 有谁会害他们呢 所以大家都以为 他们外出或者搬走了 没有人报警 直到八个月后 有人闻到了臭味 才报了警 时间回到现在 刑警队员们在桌子上 发现了一本日历 上面的日子 正是2006年10月23日 马队判断 李家人是这天遇害的 第一 当天抵超上午上班了 可下午却突然消失了 第二 就是这本日历 日子定格在10月23日 经过法医的鉴定 马队的判断没错 一家人已经遇害八个月了 入户去排查时候 这个大家 对这个李金生一家 发现这种惨案 发生内心的 特别的特别的通情 有的人说出来 还确实掉了眼泪 这是一家好人 怎么能出现这 出现这种事情呢 李静生是被人用电线 和腰带勒住脖子 窒息死亡 凶手所用的电线 正是李静生家 BCD上的连接线 妻子李郡主 则是被连捅束刀 造成心脏功能衰竭死亡 最奇怪的是 儿子抵超 先是被人捅了两刀 然后被捆绑住手脚 最后被人勒死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场示意图 三个被害人 两种不同的作爱手段 这让马队初步判断 凶手可能不止一人 如此老实的一家好人 为什么会惨遭毒手呢 更让警员奇怪的是 在一家人遇害后 他们家的灯 为什么亮了呢 凶手到底是谁呢 因为时间已经过去了八个月 现场的取证十分困难 但在刑警的不懈努力下 还是找到了三枚足迹 其中一枚足迹带有血液 第二枚是在地面布满灰尘后 进入的 第三枚则有明显的水液痕迹 像是雨季或者冬季 踩踏雨水流下的 这个血脚印呢 应该是当时现场作案时候 留下的足迹 也可能是受害人的 也可能是嫌疑人的 那么另两位足迹呢 显然就是说 是这个 有第二次第三次 进入现场的现象 那么问题来了 凶手在杀人后 为什么要两次返回现场呢 他不怕被人发现吗 马队初步判断 凶手应该是想要毁灭证据 随后警员们对门窗进行了检查 发现全都完好物色 说明应该是熟人作案 而且底镜生死亡时 穿着保暖内衣内裤 衣服整整齐齐地挂在衣架上 不像是歹徒闯入的样子 于是警方开始 对一家人的人际关系进行走访 发现这家人 完全不和有劣迹的人来往 熟人方面几乎可以排除 既然不是熟人作案 那为什么门窗会完好呢 就在这时马队得到一条消息 抵超在遇害前买过一台电脑 可屋内并没有发现 这台电脑 很有可能被凶手带走了 搬着如此大的物件 出入小区应该会被保安发现 但经过询问 保安并没有印象 马队大胆猜测 凶手很可能就是小区内的人 也为是邻居 所以一家人才没有防备 警方立刻改变方向 开始对小区内居民进行调查 很快 一个叫做杜景珠的人 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这个人会开索 而且曾经也为盗窃进去过 更重要的是 他的家就在被害人的楼下 这嫌疑足够大了 马队立刻登门拜访 杜景珠当时去是非常非常的紧张 特别紧张 你们找我干什么 不断的要问我们 然后他越这样紧张 我们就感觉到 不能轻易的 就是把他排除了 得知杜景珠被警方调查后 大家也都十分兴奋 都说就是杜景珠干的 这也让警方把重点放在了他的身上 立刻申请了搜查令 在他的家中发现了大量现金 这些现金并没有放在保险柜 或者其他地方 而是就放在桌子上 电视机上 上面都有了一些灰尘 这不得好好解释解释 经过审问 杜景珠告诉警方 这些钱是他偷的自己小舅子的 也为自己跟小舅子媳妇吵过架 为了报复他们 他偷配了小舅子家的钥匙 偷了他们家的钱 但他并没有花这些钱 就是单纯为了报复 后来经过调查 确实有这么一回事 经过这一闹 让马队发现了一个被遗忘的点 在底将没有发现任何值钱的东西 除了一地的杂物 家里面一无所有 电视 冰箱 现金等东西 全都不结了 根据工厂反应 他们两口子在厂里的效益很好 怎么这也得攒了十万块了 但家里并没有发现任何现金 存折也没有 马队判断 如果存折被凶手拿走了 他一定会到银行取钱 于是警员们走访了附近的银行 果然有了新的发现 警员向银行工作人员要来了当时的取款单 上面留下的是抵抄的名字 据工作人员回忆 去年10月23日 有个自称是抵抄的男子 拿着一家人的身份证 将存折里的钱全部取出 警员们拿走了取款单 送到了狠检客 虽然已经过去了八个月 但技术人员还是从上面取到了一枚指纹 这枚指纹的主人 就是这起面门案的凶手 有了指纹就好办多了 警方先对比了杜景珠的指纹 发现并不是他的 也就是说他跟案子毫无关系 警方又找到了其他嫌疑人 对比了他们的指纹 但无一例外都不是 这让案子一时间没有进展 凶手到底是谁呢 就在警员们急得焦头烂额的时候 小区居民提供了一条线索 有个叫做赵龙刚的人 之前因为赌博欠下了不少债务 连自己的面包车都抵押出去了 可是前段时间 他突然发财了 不仅花钱大手大脚 连自己的面包车都赎了回来 会不会是他呢 顾不上多想 马队立刻叫来了赵龙刚 对他的指纹进行提取 见他如此反常 警员立刻将他的指纹送到横检戈 经过技术人员的对比 没错就是他 那还等什么 抓 2007年7月7日 警方对赵龙刚实施了抓捕 之后在他家中 找到了与现场足迹极为相似的鞋子 经过对比 就是这双鞋 赵龙刚也承认了自己犯罪的事实 2006年6月 赵龙刚被朋友拉去赌博 从此染上了毒瘾 一发不可收拾 不仅输光了存款 连自己的面包车也输了进去 没钱的他想到了底价 因为之前他们一直在说 要去城里买房给儿子结婚 既然要买房 那肯定有很多存款 他顿时怒从心中起 恶向胆边生 2006年10月23日上午 他敲开了底镜生家的门 趁他不注意 拿起VCD的连接线 将其勒死 随后从主卧出来 杀死了李郡主 这实底抄下班回家 他又捅了底抄两刀 将他绑起来 问出了存折和密码 取完钱后将其杀害 之后他又赌博 将钱输得七七八八了 于是再次返回底家 将家里的值钱物都拿走了 所以当时李彦龙才看到 家里有灯亮着 正是病态的贪欲 对生命的不负责任 让他毁掉了一个 本该幸福美满的家庭 有句俗话说的好啊 九赌无剩下 所以大家千万别赌 到时候毁掉的可能 不止你自己的家庭 更要记住才不可外露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 有谁在惦记你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帮忙 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